在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内 发现了鉴于北宋时期的龙平寺塔遗迹 曾作为青龙镇的重要标志 却在万历元年轰然倒塌 那么在这座千年古塔地宫里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出土的木寒又是否安放着设立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龙平寺地宫的秘密 2019年9月9日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 来到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 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青龙镇遗址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 青龙镇是上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的发端 始建于唐代天保年间 作为上海最早设立的市镇 随着江南地区开发的步伐 尤其是两宋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替代路上丝绸之路后 青龙镇一跃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 和经济重镇 作为这座古镇进入鼎盛时期的表征 然而200年后的万历元年 这座威俄佛塔轰然倒塌 宋朝高僧灵箭在龙平寺宝塔名中写道 若见是塔中安设立 这座建于北宋时期的千年古塔 到底在哪个位置 塔内又是否安放着设立 多年来考古人员一直都在寻找龙平寺塔的踪迹 事情在2015年底突然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5年考古人员在探沟中发现了一块 亦有入塔内文字的模印字砖 专家有此推断 龙平寺塔基遗址应该就是在探沟不远处 在对龙平寺塔基进行发掘时 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 塔砖上的名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 因此考古人员推测 这个塔很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发掘 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 基本完成 结果显示 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龙平寺塔 龙平寺塔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 呈八角形砖石结构 塔身外有双回廊的附接 从塔基的直径而言 龙平寺塔的体量超过目前上海所存的13座古塔 中心为地宫采用夯土堆柱而成 2016年9月9日 对地宫内部的发掘正式开始 考古专家